婚姻攻略 王刚刚背叛苏黎到取八百万 复婚审查人染上脏病 下场凄惨 苏黎好不容易将张书恒送进监狱 却又迎来第二次背叛 王刚刚不仅骗了苏黎八百万 最后还和乱搞的渣男复合染上脏病 苏黎带王刚刚见客户是被对方看上 他闹着赔付具有违约金的代价果断拒绝 让苏黎没想到的是 他只是没对王刚刚说出真相 王刚刚就听信客户说的话 相信苏黎不愿让他调到客户公司当经理 王刚刚心软接纳钱夫找苏黎借钱 但他清楚审查人满嘴谎话拒绝 最要命的是那些追债人找到他要钱时 王刚刚恰好听到苏黎说两人只是保姆关系 但他也不动脑子想想 苏黎不这么说怎么撇清关系 王刚刚经过这些事开始黑话 他现在身无分文 要想要替审查人还债 还需要苏黎的帮忙 王刚刚假装听进去苏黎的劝导 和审查人一刀两断 之后确立用植物质便在中间吃回口 祝他们和苏黎达成合作 但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王刚刚谎称老家的弟弟出车祸撞死人了 对方讹诈他们200万 王刚刚跪在苏黎面前苦苦哀求他借钱 他们家里只有弟弟这一根毒苗 承诺之后一定会报答苏黎 他看着崩溃的王刚刚忍不住心软 借给他300万若是不够再开口 但让苏黎没想到的是 王刚刚拿到钱后就人间蒸发了 他打听后才知道 王刚刚是家里的独生 你根本没有弟弟 苏黎猜到他拿钱是去接机审查人 但此时王刚刚收回扣的项目出现问题 苏黎不仅要赔款 还差点面临入狱的风险 几个月后 王刚刚捧头购面出现在他面前 审查人还清债款后 卷起剩下的钱跑路 只给刚复婚王刚刚留下几十万的高利贷 他还被渣男染上脏病没钱治病 王刚刚跪在地上求苏黎帮忙 吃一欠掌一致 他这时候也明白了 自作孽不可活 苏黎看着苦苦哀求的 王刚刚果断拒绝转身就走 王刚刚这个人就像试试了之一样 张书恒一个刚拘留了十五天的人 谁会找他拍戏 谁愿意给他投资 这么多的逻辑漏洞 花语疏漏 张书恒明显是在骗他 可他还是信了 他真的挪用了一百万公司资金给他 我原本以为他挪用时他有办法填补 没想到 他真的只当这个钱世界出去的 还真以为张书恒会将钱还给他 真的是天真 预告中 张书恒拿着刀对着苏黎和王刚刚 苏黎牢牢地把王刚刚护在后面 我本以为经过这件事后 王刚刚一定能看清苏黎的心 知道他并没有利用他的感情 可我没想到的是 王刚刚再次背刺了他 将公司的创意泄露了出去 导致公司与张岛的合作被截胡 婚姻攻略开播之前 都说这是一部爽剧 女性复仇爽剧 谁能告诉我到底哪里爽 还说你还帮助你还 两位女性角色的感情越发坚定 这哪里坚定了 这明明就是再背刺啊 然而还背刺得更加心安理得了 可能就这样 说今是以后 我会想访短线 如果让他有一天 我会想议 就在这些 召唤